为了推动绿岛成为低碳生态旅游岛 县长黄建廷也身体力行 跟多位国小小朋友共同在绿岛的沙滩上 玩起袖子一起进行淨滩 保护海岸环境 推动永续渔业 维系海洋生态 维系海洋生态 投入海洋教育 发扬海洋文化 从事海洋修气 谢谢给第一个掌声鼓励 小朋友们开心的跟县长共同努力 希望可以从他们的行动让大家知道绿岛很漂亮 可是千万不要因为意识的方便 就将瓶瓶罐罐甚至是垃圾丢弃在沙滩上 这样美丽的绿岛海岸就会被破坏 而绿岛拥有独特的海底温泉以及无污染环境 未来也要成为低碳生态岛 希望全民一起来共襄盛举 记者温格林茂生的报道